哈喽 大家好安 我现在在剑洞人协会 那为什么紫棋会在剑洞人协会呢 因为今天来参与剑洞人协会 这个声音捐献声音银行的计划 ok 那我们现在就走 我对于剑洞人的印象 这些问题呢 在五年前 那个冰桶网站的计划 随着时间的过去 大家都渐渐忘了这件事情 而剑洞人一直都存在 那它并没有因为冰桶挑战的消失而就不见了 而根据统计 在台湾大约有1000名的剑洞症患者 平均每三天 就会有一个血疹出患的这个剑洞症 那发病的机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一 好发的年龄大概在35到45岁 而且是随机的 所以很有可能发生在母后你的身上 剑洞男他会有分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的四肢的气肉 会逐渐的萎缩 所以你的生活会开始不方便 第二个阶段 就是你的咀嚼肌 也会逐渐的萎缩 所以你的进食会不方便 然后进而影响到你的声音 接下来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你的呼吸功能 会开始衰竭 甚至你会有外界失去联系 然后到最后你会完全没有声音 所以这个语音银行的声音计划 就是要借由你的声音 上网上传你的声音捐献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大数据 来让你的声音 与患者的声音的音频比对 然后来补助他的声音 让大家可以重现他得到这个 劲动症之前的原声 虽然现在可以透过电脑符具 Google机器人的声音 来帮助劲动人的患者来讲话 但是那个声音 毕竟不是他的原声 就像劲动人的患者的老婆 他还会希望老公可以用他当初的声音 对他讲一句我爱你 或者是劲动人的儿子女儿 他们也会希望爸爸妈妈 让他们当初的声音说 宝贝你好棒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 非常地重大使命感非常地重 我们要藉由这个 教导大家声音捐献的方式 来让大家一起帮助我们的劲动人 对劲动人更有实质上的帮助